讲这个战役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 应该说是最后敲响了 希特勒王朝覆灭的丧忠 什么呢 就是我们知道的 人类迄今为止 最大一次海上登陆战役 诺曼底登陆 我们现在经常形容 某个事情 最终避其功于一役完成了 叫称为诺曼底登陆 或者叫诺曼底战役 就是从这来的 因为这一下子诺曼底登陆之后 盟军就已经开始在希特勒 他的西侧 以及苏联红军 在希特勒的东侧 形成了两面夹击 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王朝的覆灭 那么这一战的惨烈 其实有影像资料 不光有影像资料 咱们还有电影 有不少朋友看过 美国好莱坞的大片 拯救大兵锐 那就是反映诺曼底登陆 最惨烈的一 叫奥马哈探头战役 奥马哈探头战役 感谢观看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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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直接敲响了希特勒的丧重 因为也是时间推到这个地步 所有形势也到了最成熟的时候 当时的状况 从43年往后 我们看在东线 苏军已经开始反击了 在这一边 盟军部队已经登陆西西里岛 开始打罗马了 就整个战线上看 以英国这块为根据地 跨越英吉利海峡渡海 进攻欧洲 已经完全成熟了 这个事情 所以当时德海兰会议 斯大林 罗斯福 丘吉尔 尤其罗斯福跟丘吉尔就商量 现在时机成熟了 我们要开始登陆 那么选择在哪登陆 因为与此同时 希特勒也知道 盟军随时有可能 从英吉利海峡杀过来 那么他在那北起挪威 南到法国 这几千公里的 英国 东南角这块 同时又是北非 这个英军 已经在北非 获得了绝对的这种统治权 所以这个地方 都离法国加莱这特别近 一个跨英利海峡 一个是直不罗托海峡 离法国南部加莱地区 是特别近的 所以开始的时候 盟军也认为该在这等候 可是这一块 恰恰你想到了 人家希特勒也想到了 希特勒当时 命令龙美尔 来统一这个西线的军防 龙美尔就把这些地区 加大了这个兵力 所以当时盟军觉得 选择加莱地区 登陆不过 虽然它有优势 但是人家 布防得更严重 更厉害 所以怎么办呢 当时要选取 法国北部 相对薄弱的诺曼底地区 把这儿作为 登陆的一个要点 那么这个时候 龙美尔 已经开始指挥这个地方 龙美尔就发现了 诺曼底这份 设置薄弱 应该加强一个 各方面的这个军事 所以说他在 诺曼底时候 又做了一些布置 但是我们说 这个战线太长 德军的力量有限 很难各个地方都布置 但龙美尔 跟希特勒商量之后 单留了一手 把他自己能调动的 一个侵略部队 放到附近 也恰恰是这支精锐部队 最后 在奥巴马海潭大战当中 起到了决定性 最终 为什么盟军 在奥巴马海潭 损失这么大 直接跟龙美尔 不得 这支部队 但遗憾的是 龙美尔当时 跟许多的希特勒 下边的大将 元帅 意见不一致 尤其对于 装甲式的使用 结果最后 希特勒 把两个精锐的装甲部队 调归最高指挥部统帅 不归龙美尔了 如果这两支算是 当时还在 归龙美尔统帅 很可能盟军登陆 会遇到更大的麻烦 这当然历史没有假设 这是后话 那么与此同时 盟军那边 紧锣密鼓的准备 决定在诺曼底登陆 然后在此之前 盟军出动了六千架飞机 总共两万两千多次轰炸 把这个希特勒的 法国占领区这一块 重要的桥梁堡垒 能轰炸都给轰炸完了 就是为了切断 在登陆作战的时候 希特勒不 那么最后 谁来指挥这个战役呢 当时美国是主导 所以最高指挥官 由美国人出任 开始马歇尔将军 他想担当这个 但是罗斯福认为 在太平洋战场 对抗日军更需要马歇尔 那马歇尔走了 谁来担当最高统帅呢 马歇尔推荐了自己的亲信 当时是地中海 这个盟军司令最高长官 艾森豪尔 后来艾森豪尔出任了 盟军的最高统帅 但是具体跨越英吉利海峡 登陆作战 诺曼底登陆 具体的指挥是谁呢 当时是英军的 蒙格玛丽元帅 因为蒙格玛丽元帅 对这一代非常熟悉 所以军做了大量的准备 我前面说那是轰炸 那是为后来登陆做准备 在这个之前 英国的情报部门也知道 蒙格玛丽 他指挥这次作战 这是希特勒完全能想到的 而且也知道 盟军早早晚晚会登陆 但到底在哪登陆 这个时候 盟军玩了一些惊天骗局 这花招玩的很精彩 首先一个 你不是希特勒情报部门 盯紧了蒙格玛丽元帅吗 那好 让蒙格玛丽 坐飞机到北 越过直布罗托海峡 来到北飞 给人的感觉是造成个错觉 到北飞干嘛 这不是要进攻法国南部吗 进攻加莱地区吗 因为那离着北飞进 给人感觉是到那准备了 其实蒙格玛丽元帅 压根没离开 去到北飞那位蒙格玛丽元帅 是假的 是替身 这个替身名字叫詹姆斯 是澳大利亚人 那长得简直跟蒙格玛丽元帅 就一个模子出来的 双胞胎都没那么像的 也是脸挺瘦的 胡子灰白 不同的是呢 他这个中指少了一个 以前受过伤 没有中指 再一个呢 这个人嗜酒如命 好抽烟 蒙格玛丽元帅滴酒不沾 所以为了他能扮演像 必须得戒烟戒酒 同时搁一个塑料的 假的中指按上 然后旁边人教他 蒙格玛丽说话声音什么样 尖锐的 难听的 还那声音 滋啦滋啦 你得学 就这么这个詹姆斯 假冒蒙格玛丽元帅 在1944年5月26号 飞到北飞 跨越直不落头海峡 当地的总督府赶紧招待 晚上有酒会 因为知道这里头肯定有希特勒的间谍 果不其然 有个叫莫里纳的西班牙人 也作为当地的官员出席了 他就是间谍 有人给大伙介绍 他还跟加蒙格玛丽元帅握手了 回头他就把这情报传过去了 说蒙格玛丽现在在北飞 干啥呢 不用问 那准备在这会策划 渡海战役 那肯定要进攻 法国南部的加莱地区 所以就把注意力都吸引到法国南部加莱地区 希特勒那边也制作情报了 赶紧在加莱地区重点部署 那么相应法国北部的诺曼底这块 就多多少少忽略 而且这种骗局不光是一招 盟军这边也规定了 不是要轰炸法国占领区吗 好 如果往加莱地区 比方说我要轰炸诺曼底那块 我往诺曼底那派一架轰炸机 扔一顿炸药 我就往加莱地区派两架轰炸机 扔两顿炸药 意思是什么 让看看我们重点要进攻那 先摧毁那的攻势 其实这个时候 大量的盟军都已经集结到英格兰的南部 准备在诺曼底这块登陆 那么一开始这个计划是绝对保密 你想想一二百万军队 在英格兰南部驻扎着 大伙都消消消消消的 但是不断的在演习 演习什么 就是利用英吉利海峡这 演习这个 就像我们以前 在节目里给大家说过 以色列摩萨德 千里迢迢在乌干达营救神 把当地的机场的地图都画了 回头在以色列这 搭建一个跟机场一模一样的 然后模拟 最后解救人质的特种兵 下了飞机都乐坏了 说这跟我们练的一模一样 哪有啥都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道理就在这 但是演习过程当中 始终不告诉士兵 我们要攻击那 是加莱地区 是康坦丁 半岛 还是诺曼底 我们要告诉这些当兵 一直到进攻的时候 就开战前五分钟 才告诉士兵 我们要打诺曼底 而且这不是演习 这真干了 所以这盟军整个情报工作做的是非常好 那么为什么最后定在四四年六月五号 那个时候并不好 那些天连着几乎宝贵的二四小时 没下雨 因为作为空军来讲 他希望有月光 能见度好 他便于轰炸 对海军来讲 希望水不要太高潮 低潮就行 这样可以绕过潜滩障碍物 对于陆军来讲 陆军来讲 他希望高潮 这样的话 我直接从海上下来 到地面时间短 那么恰好六月五号那天 这个浪潮不高也不低 而且没下雨 空中能见度好 这老天爷照顾盟军 没有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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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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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M